字幕提供 不適合,終於見到我了 幾個星期未見 去便是 一個月了 我幫你安排保釣 記不記得? 那次而已 安排保釣,很大生命危險 但你三個星期沒來 因為我去了廣播 今晚也會有,7時9時 現在是想著廣播不論性 廣播也可能證明 蔡子強 阿摩哥也是我們主持 當然,全香港講政治有廣播最厲害的就是我 這不是專業 今晚請了兩位嘉賓 最左手邊,雲諾琪旁邊那位 大家記得幾個星期前也請過 就是許記先生 國內一個文化青年 來到香港生活9年 今集我們要轉一轉頻道 因為我們回歸了14年 也是因為我隔離這一位 就是一位國內來香港的留學生 我們一國兩制 我們都講廣東話 沒錯,讀Master 不是 我們是 今天要英國 英國男子 英國男子是英國 英國英語 英國英語 你知不知道 英國男子不是平等 只不是我說 我喊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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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話的詹彼 你也可以找一些 說國語的女朋友 女朋友 那就可以了 那麼 許許你可不可以 我喊一聲 我身邊來為詹彼 好 很多人不懂我這個字的中文 普通話怎麼讀的 我也不知道 廣東話叫回啟 普通話是許記 許記 很不一樣 兩個字都很不一樣 許記 那今天 今天我請 叫來的這位 這個女嘉賓 是 2009年的時候 是2009年吧 有一本 在大陸特別火的書 叫乙族 螞蟻的乙 乙族這本書呢 是當一年 我沒有記錯的話 是當年的 十大好書之一 十大好書 蟻族 蟻族 蟻居 跟蟻居不一樣 跟蟻居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在哪裡呢 蟻居是所有人 乙族呢 也是一個特定的人群 他專門指大學剛畢業的那些人 他們像螞蟻 為什麼叫乙族呢 就是這些人有螞蟻的特徵 第一個是群居 他們住在一起 廣東話講 湯房 那種隔板房住在一起 第二 他們的特點是高智商 跟螞蟻一樣 他們會團體團隊合作 懂得一些智慧 第三個 他們特點是弱小 跟螞蟻一樣很弱小 很容易被社會欺負 所以這幫人就被命名為乙族 那乙族這個主編呢 是中國對外經濟大學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副教授 叫聯思 那他其中一個 他組織了一個社會學研究的團隊 那其中團隊之一 成員之一呢 就是旁邊這位 何謙 那接下來就交給你 大作者 文學教 如果我們去理解 就是這個螞蟻 他住的房子很小 還有就是很多人一塊住 我們也可以理解 可是為什麼你還會說 他會給這個社會去欺負呢 為什麼 這三點是什麼原因呢 這個來讓何謙來說 他比較了解一點 可能他剛剛說話帶有開玩笑的性質吧 其實這樣的 之所以叫乙族 就像他剛剛所說的大學畢業生 然後我們在歸納這個群體的時候 是叫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 就是首先因為是大學畢業 然後相對來說文化水平較高 然後大家因為群居是因為生活所迫 確實是因為現在房價非常的高 而且剛剛畢業 如果找到工作的話 也會相對的困難 如果說群聚在一起是指那種 在像比如說像北京上海廣州 這些大城市 常常有很多城中村 在這些地方 他們普遍聚居是因為那個地方的租金很便宜 這是最根本的原因 導致他們都聚集在那裡 可能跟香港的這個湯房 有一點共性 就是說可能房子的這個 物質的質量不是特別高 比如說比較狹窄 狹窄 然後對 然後你剛剛說那個弱小被社會欺負 其實其實是指就是因為這一群知識青年 就像余建榮歸納過叫底層知識青年 就他們可能話語權不是那麼多 然後並且沒有什麼就是很強大的這種力量 來跟體制抗衡 所以較弱小 可是如果你們大學生也有那麼困難 那沒有讀過這個大學的平民 還不是更加的苦嗎 更加的苦嗎 不一樣不一樣 我覺得不一樣 因為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有很多沒有讀過大學 他們留 除非農民工 他離開自己的家鄉 很多人留在自己家鄉呢 他其實不用承受那種 那種到了城市再來的那種壓力 但是很多大學生是從外地農村來到城市 然後他們跌了以後他們想留在城市 結果他們等於 我為什麼說欺負啊 你戶口可能不是在北京 你上不了保險 等等等等 你有很多問題 看醫生的看病都要錢 對呀看病要自己付錢 等等有沒有保障 然後這個就造成了社會 就是一種無形的欺負嘛 你在欺負他 然後他你在那邊 他就有特別弱小的感覺 那為什麼你們不留在家鄉工作 為什麼你們不留在家鄉工作 家鄉讀書 是不是 不是不是 我說這是 為什麼要去外地工作 不留在你們 跟你們的家鄉一塊住啊 對啊一個字來概括就是夢 很多人現在都想往上層社會走 對不對 改變自己的命運 進而改變自己家族的命運 這些年輕人 如果說從小城鄉小鄉鎮 走到大城市來讀書 讀完書當然希望 就是能在更大的地方來拼搏 於是大家都懷有著北京夢 上海夢 廣州夢 甚至說香港夢 現在也有很多港標嘛 嗯 留在家鄉可以建設家鄉 可以建設家鄉 但可以 聽不聽的面子 聽得懂了 聽得懂了 我可以說是 淫望高處 對對對 水上滴流 水上滴流 哈哈 淫望高處走 水往低處流 明白 我覺得這個呢 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城市啊 整個中國現在瀰漫著一股 城市中心主義 你懂嗎 所以所有人都 看著城市 你打開電視 電視都是一幫城市人在做 你看到東西全都是城市的 明星 高樓大廈 地鐵 你說你叫一個農村人 幾天看這些 然後你佔據了那個話語的主動權 你怎麼可能還 你說的好聽 你說的 你們留在自己的家鄉 你們好好建設家鄉 但是怎麼可能呢 沒可能 社會的制度 都不一樣 對啊 你會每天 除非你把整個的 你整個話語權都改變 他們整個從小就用一套 城市的語言在生活 你又要讓他們真的生活在農村裡面 這不太苛刻了我覺得 而且在中國那些農民生活特別苦 特別苦 現在那個糧食的價格 被這個糧食局限制 限制在一個很低的水平 但是呢其他的物價就不斷的上升 然後呢農民的收入 因為被那個糧食的價格被限制 然後他的收入卑鄙就是維持在很低的水平 就是說 就是沿海城市超剝削農村 就是這個格局 我聽到的情況好像不一樣 不一樣嗎 不一樣嗎 有錢就有這個水平 我聽到的情況就是 這個農村屋的價格很上升 然後就是農村 就是農民的收入也有增加 他租住在城市裡面的市民 反而因為 就是如果你農產品價格上升 反而對農民的收入也有些幫助 反而住在城市的市民 就要承受農產品價格上升 和其他物價上升 雙重夾擊的苦 於民啊 於民幾塊請醫癲啊 於民啊 我就想請教一下許先生 是不是 那個情況是Rocky說的 還是好像我說的 我可以很簡單回答你 對對對 我真的不知道啊 什麼農村的食物價格 我真的沒有關係 我可以告訴你 因為呢 就算那些價格 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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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高 對對對 但是那些收入也不是那些農民的生產 我知道 所以那些因為在東北 是一些很大的公司幫他們 三種啊幫他們 收個 應該跟美國一樣 美國現在不就是這樣嗎 對呀 那些收入全身 那些大公司 在中間啊 在中間啊 那些農民也沒有很大的解釋 就是他們有很多孩子 他們生了那麼多他們根本 第一 人不像 第二 他們就算 就算跟 那些農民 他們是 讀書啊 也沒有錢 所以 農民村 有一個解釋方法 就是送他們 很多很多的 避難他們 那麼 現在他們 不要生了那麼多 孩子 可能 有希望 所以農民 去 城市發展自己的 將來 是可以理解的 對 而且 我知道了 我們在那個第二本書裡 正好安排了有村二代和城二代的對話 現在以族已經出了第二本 對 然後其實就是在討論這個問題 一個是關於夢想 還有就是現實 而且你們剛剛說到關於農民的問題 我們當時之所以讓以族成為一種社會現象 大家都來熱議 就是因為 大家突然發現原來我們第四大弱勢群體居然是這樣一群人 因為第一大是農民第二大是下崗工人 第三大是農民工 接著我們突然發現原來大學畢業生有一天也會面臨這樣的種境 所以人們才開始反思 但是 你說 當時你們住的地方是不是叫那個城山 街樂部 對 哪裡 第一是不是那些 治安 治安 治安很差 因為警察公安也不足夠 因為他們應該是在城市中心 不是在那些山灶 城市的中心 第二是不是因為很多 兩千人 或者一些先到城市工作的農民 對 是不是很危險 那些衛生是不是差一點 你有材料可以說嗎 好是這樣的 我今年就是我們現在還在準備接下來還要有一些拍攝工作 因為之前做研究的時候拍了大量圖像 我講一下我的親身經歷吧 今年我們到武漢也去拍了一下倚族聚居村落的實況 然後發現的情況是這樣的 你剛剛所說的這個治安狀況 我沒有發現說特別危險或者怎麼樣 第一就是甚至有一些村口就是派出所 再一個就是說 其實在這樣一個聚居的村落 是不同的人群他們 唇齒相依 相互依存的 是哪些群體呢 你剛剛說的城鄉結合部 很多農民 他們以前建了私房 然後現在面臨拆遷的問題 可能會想把它拆掉 就是政府 但事實上就這些房子還在 而這些房子呢 他們自己就開始經營 一個是賣給一些就是 包括有下崗工人自己開的小小店鋪 然後 你想農民建私房 農民工進來打工 然後或者是在那些小餐館做服務人員 也就是相當於第三產業鏈條在這個村子裡 然後下崗工人也自己開小店鋪 他們供養的人都是這些租戶 這些租戶就是這些年輕的學生 也就是說這四大人群共同聚集在了這樣一個生存環境裡面 形成了一個生存食物鏈 可是這個儀族的情況應該不需要溶走 就是大學生應該在這個窩住窩 是不是只有儀一個窩 就是儀族 就是一般的全居房 全居房 你們有沒有一個特別的名字 你叫儀族 沒有特殊的名字 就叫全居房 有人叫儀 對 學人也可以 就是這個大學生在 揮上這個儀族 住多少時間才可以去改變他們的環節 不一定 其實整個這個調研項目從07年就開始了 到 剛剛說09年其實都已經 第二 應該是第二本書設計上內容 我們把整個調研範圍擴展到了全國 然後 事實上反饋過來的情況就是 很多人的命運並沒有發生改變 他們之前就是 我的團隊裡的這些同學 他們有一些人去做了回訪 然後比如說有一些年輕人 家住在北京的上地 他需要跑到中關村去工作 然後從事的是軟件行業 這個要做多久 一個小時 一個燙一個小時 包括他們是到就是 國貿那邊的CBD地區 也會耗很長時間 但是兩年以後去回訪他 發現他只不過換了一個工作而已 命運並沒有改變 房子依然買不起 他換成了保險行業 那你是不是說他們 永久 我要很長 很長的一段時間 你實際上會住在這些移居裡面呢 那我覺得呢 就是在大陸現在就是 你要靠看運氣 你運氣好的人 你可以有機會 翻身 換得變成好 是什麼意思 運氣好 運氣好 比如說你碰到一個 很賞識 你八十里剛就可以了 也不一定 碰到一個很賞識你的上司 之類的 你就可以翻身 你可以升遷 但是 假如你一直都是碰到一些不好的人 一些資本家 就剝削人的那種人 你可能 你可能一直都在做這個 但我覺得他們最後的出路 因為那些混不出來的人 最後的出路 就是回老家 他們只能回老家 回老家就這樣 二三線 建設 建設 家鄉去 最後 最後只能這樣 但是 一般這樣的大學生啊 畢業了都會想要 起碼留在城市裡面 我試一試看 我能不能在這邊 住下來 其實我也做過一租的 我在杭州讀大學的 讀完大學以後 我在杭州那邊 就住在一個村子裡面 那村子裡面 其實不僅有 你說的來的那種工人啊 農民工啊 打工者 其實你說 治安差嗎 你外面的人看裡面肯定差 甚至其實實際上也有一些 性工作者啊 都有 那 但是你住在裡面 你並不會覺得太差的 我覺得在 我覺得在香港 有一個很好的 可以對照的地方啊 現在沒有了 就九龍城寨嘛 我覺得很 那種感覺 可能有點像九龍城寨 就是 我們現在隔過來看 我們說 九龍城寨裡面 黃獨獨什麼都有 但是 我相信當年住在裡面 我聽說也有很多人 晚上回去那邊住 白天又出來的 他們住在裡面 你還不是一樣住在裡面 對 沒有感覺的啊 所以你說治安差 我覺得是應該這麼理解吧 而且我很好奇一件事 我過來以後 聽就是香港 我的香港同學給我反應 包括其他一些內地同學 我們這邊有一個字叫港飄對吧 也是有很多外地人到香港來 為了一個所謂的香港夢 在這裡參與這個非常激烈的競爭 包括很多人就囤集住在深水部 我不知道你們覺得香港有倚族嗎 我知道我也有一些內地的朋友在上海讀書 她也是中文大學 她說她跟許多個同學 她會在中文大學附近住一間別墅 別墅 別墅 然後就許多個同學 不是不是 因為她是許多二十個同學一塊租 是那種村屋嗎 窗屋 對 我有同學 所以你也是很好 我不是 所以他們租一間一個月 是幾百塊 這麼便宜 沒人自己買 沒人自己買 沒人 對 一個人讀五百塊 應該是有理由的 出個人就是 十個人就五千塊 也沒有那麼便宜 不是不是他們讀書 他們讀書 他們讀書 不單止十個 差不多二十個一起租一間 三十個 下宅讀書 對 中文大學 可是這些倚族 他們珠珠的房子 他們就是 每個人平均有多少空間 可以租 對 你的調查 他們其實這個情況 一般如果說 每個月月收入能 掙上兩千三千 可能他就不再已足 那個聚居村去租房子了 還有很多學生 住在一些大學的附近 兩三千已經可以幫出去 對 不是 但是你知道嗎 這些人不能完全的獨立 其實是一樣的 有些 就我身邊還有很多朋友 可能家裡還在 就是給寄 像讀書的時候 一樣寄錢 這個搬出去 是不是意思就是說 本來是十個人住 他們搬出去有兩個人住 這就算是 這就算是 算是擺脫乙族的 其實沒有特別實質的變化 但就是說生活狀況會稍微好一點 而住在這種乙族 聚居村落 像我們原來 現在已經消失的北京唐家嶺 我們去的時候 最便宜的租金 那個時候是300 400 500 600 這些都有 可現在他們唐家嶺被拆了 更多以前 住在唐家嶺的這些人 就去了其他的地方 然後其他地方租金就漲了 唐家嶺我插一句 唐家嶺是個特別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他這本書裡面一個重點寫到的就是北京唐家嶺 唐家嶺在什麼地方 在北邊 上帝以北 就是 就是離市區還蠻近的算是 不近 算近了吧 是不是 都已經北五環了吧 結果他們一寫呢 然後那個地方聰明了 你知道嗎 聰明了以後變成旅遊景點 那些導遊會帶著遊客下來說 這就是我們中國最大的 這個倚族聚居地 唐家嶺 真的嗎 可是現在已經移為平地了 然後呢政府就怕了嘛 覺得沒臉嘛 沒臉以後 他們的他們的辦法 不是說把這個村子變好一點 是說拆掉它 拆掉就沒有了 結果這些人 拆完了以後 他們只好搬到更遠的地方去了 結果就在網上有人寫 寫信罵那個 這個 除了作者 主編啊 你們不寫還好 你寫我們 你來幫我們 結果害了我們 我們要搬到更遠的地方去了 這個特別有意思 就是那種政府的那種思維是 有一個壞的東西 只要我把它拆了就沒有了 但是它會在新的地方 又長出來嗎 對啊 就是會 問題在於不可能真的沒有 它會在新的地方又長出來 那麼你說哪些租金呢 是300塊 400塊 500塊 但是你們的收入大約是多少 我也想想 因為我看在湖南長沙 早就想有一個低時的司機 公車的司機 它告訴我它一個月的收入有三千塊 四千塊 在廣州也有差不多 但是在廣州一些服務員 古蘭市服務員 只是一千 兩千 那麼在北京 你們大學的B生 通常你們的收入是多少 通常是這樣的 就是可能好一點的大學 狀況會稍微好一點 兩千三千都有 但是是做什麼工作 但是事實上 聚居在以足聚居村 他們都做推銷 推銷 保險 賣手機 就相對來說可能低端一點 但是還有很多人 包括做市場營銷的 他們的收入也不是很高 一千出頭大有人在 然後因為住在那可以降低他們生活成本 這樣能存下錢 甚至說寄一些錢回家裡 所以他們才會選擇用這樣的方式 那麼為什麼是那麼低 在北京拿著最低的工資是多少 北京最低的工資啊 這個不好說 有一個法定最低工資 對 但是我不記得了 就是因為如果要說大學畢業生的話 乙族聚居村落裡面的這一群人可能相對來說 收入有高的有上萬的 可是他依然選擇住在那 我們也遇到了這樣的情況 我記得你們書裡面有個平均工資的是多少來著 一千 平均一千四還是幾千 一千零一點 對 其實當時第一本書算出來的那個數據的話 是低於了正常的那個水平的 就是 是比國家的那個 低收入的水平 對 這個也是我們沒有想到的 那麼你們的住間是 你的收入的 有沒有就一半 對啊 很多人的情況就是這樣 很多人都是一半 可是我剛告訴你 比如像有些北大畢業生 他們從事軟件行業的 也有住在那裡的 收入上萬 可是他選擇住在那裡是因為生活成本很低 就是便宜 可以賺下更多錢來 而即便他那樣了也發現 最終房子可能還是付不起貸款 但是 是不是很少數了 對 這種人很少數 多數都是 收不到錢 所以才要做 那些很能住的地方 對 那麼以敵的觀察來說 在城市 在北京城市裡面 那些房子 有多不多的控制的房子 既然有人住在很激的地方 那麼其他的地方 是不是在建很多房子 但是那些房子沒人住 不會 不會 很多人 北京現在人口暴漲 每年還在用控制戶口這種方式來控制人群 其實都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 北京現在是個巨型城市 按我們來說已經有點像一個巨型妖怪人的城市 聚集了太多的權力和資本 人口這麼密集 然後 當然 政府花了大力氣來做維穩也很困難 就是因為人太多了 而且房價這麼高 那麼 我們先等Walky 總之是自己主 再跟大家談一談 好 其實都沒有什麼總結 為什麼要總結 因為講廣東話 因為 其實這樣 怕觀眾聽不懂這個話 我上次 講了這個 北京的大學生 如果剛畢業的話 很多時候 薪金還沒升得這麼快 所以 有一班大學生 會聚居在一起 在大陸 就叫做蟻族 他們住在地方叫做蟻居 你也講了 那些大學生住在一起的時候 竟然政府不是去幫他們 而是去拆掉他們的房子 那麼 下一節再回來 繼續講這個 蟻族的事情是怎樣 所以 大家開始 讓我們 不講到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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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講到對 不講到對 沒有這個字 不講到對 不對說到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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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WITTER 你是不是有一個問題 有很多問題 我有很多問題 我知道你個人有問題 但是你有什麼問題想問 問我們的渣邊 我知道從數據上看 這些平均收益 還是在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相對於我們三個人來說 所以我到這些旅遊的時候 什麼地方 很多地方 我不說大城市 就是在雲南 在詹西 我留意他們的超市 就是超市市場 他們賣的東西的價格 其實跟香港也差不多 然後我就想想 覺得奇怪 如果他們的收益是那麼低 那為什麼住在當地的 城市人可以 庫大那麼高的價格 那是我比較 看到有 覺得奇怪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這個奇怪很正常 就是 就像 就像 有時候內地的遊客來到香港 他們會覺得 整個香港就是旺角那樣的 那 他不知道原來 原來香港也有 也有深水布 也有大腳嘴那樣的地方 那我們去到 我們香港人如果去到大陸 也很容易覺得 看那個外表的時候 覺得還不錯 或者超市裡面覺得還不錯 可是我自己做過乙族的經驗呢 是 我做乙族的時候 我很少去超市 嗯 對 我買東西很少會去超市買的 超市很貴 超市很貴 這些Lady的超市 他的服務的對戰 也不是 是中產的 是中產 可以說 有點接近中產的人才會去了 你不會去超市買菜的 明白 那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如果找飯我去吃一套 大陸叫雞蛋餅 兩塊 兩塊 兩塊錢 你很了解嗎 兩塊吃過了 兩塊錢 還有裡面有麵 有雞蛋 有蔥 有什麼醬啊 什麼的 大概才兩塊錢 如果你去超市 可能一個雞蛋就一塊錢 我在內地也常常吃幾塊錢的麵 對啊 45塊 45塊 那如果你說問我為什麼說那超市裡面的人那東西會貴 是不是很有錢 我覺得也有可能 因為你不要看雲南 我給你舉個例子 就是內蒙古有個城市叫鄂爾多斯 鄂爾多斯全國出了名的房價無敵 超級無敵貴 貴到你根本沒法想像 然後他們呢 那裡的人超級無敵有錢 有錢到你也沒法想像 有錢到什麼地步 他們建了一個新的城區啊 全國有名的鬼城 鬼 就是整個城市豪華的不得了 沒人住的 裡面沒有人住的 就是投資在那邊 所以你說 那裡的人為什麼會超市東西賣的貴 可能真的有錢的是有錢的人 就是那些少數的人 我想就是內地的超市跟三感不一樣 就是三感的超市是比較平民化 就是一般的一般的市民 也會到超市買東西 所以在內地他們的對象 就跟三感有一點不同 就是還有就是第一者玩之前 Walky問我們的嘉賓 就是內地的房屋 是不是多人住 我想就是 是不是有一個情況就是 越便宜的房子 便宜的房子 便宜的房子 就是比較貴的房子 它的空氣率就比較高 是不是 因為我在 看在沙海啊 看在南京的地方 好像就是 比較貴的房子 也有很多是沒有人住的 你很快 是不是 沒有人住 是因為可能還空著還在建 而且我覺得 我想用另外一個角度 回答一下你剛剛的問題 是因為這樣的 我們剛剛所說的乙族 大量集中聚居在一線城市 以及一些中心城市 比如說省柜 為什麼會出現你剛剛說的那個情況 我舉個例子 我的同學當中 很多人如果回到自己的家鄉 比如說是二三線的城市 他們回去的收入 會比他們在北京更高 可是他們寧願選擇留在北京 因為有更多的發展機遇 對 他們希望改變自己的命運 所以我一開始就說 為什麼要到很遠的地方去 就是我也聽過一些朋友 就是他們現在也越來越明白了 留在自己的家鄉 他們的發展機遇 可能會比大城市更加高 因為大城市可能他的 智慧是很多 可是他們的競爭很大 可是如果他在北京 在上海讀書 然後再回到自己 加上一些二三線的情緒 他們相對上 面對的競爭是更加少 當然 所以生活是比 會好 當然會好 可是就是你沒有那個上升空間 我們好像香港人連說 我們上升空間沒有了 真的沒有 因為現在 除非你回到家 你爸爸是李剛 不是不是 就是在 就算第二三線的城市 這幾年他們的經濟發展都很快 其實我們老問 我自己老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去城市 城市的一個好處就是他大 大了以後 就算我今天得罪了這個 我這個老闆 我大不了 我明天我換一個老闆 可是你在農村 你在這裡面 小城市 你得罪了一個人 可能你這輩子 你在那邊就不要混下去 就是機遇相對有些 真的會有 可能會有這種問題出現 所以大家才要不斷地 都要往城市裡面來 那些你們這些 疑似 對於哪些政府 對哪些地方 是不是有很大的怨氣 對於政府的統治 是不是 政府 是不是很不滿意 會不會對什麼 政府統治帶來一些危機 危機 這個還好 但是乙族 對比前面 剛剛我們說的那三種弱勢群體 它有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是它高知 就是文化水平較高 於是它更多的參與網絡 我們其實在調查乙族村落的時候 發現一個現象 網巴特別多 沒有人能離得開網線 沒有人離得開網絡 然後最後調查數據也發現 他們網絡的參與 程度很高 一旦出現一個公共事件 可能其實很多隱藏在裡面的各種參與評論 推動這個事情前進的這些所謂的公民 都是乙族 就都是大學畢業生 也就是說 他們現在有了一定的話語權 有了自己的聲音 它會發泄出來 但事實上 就你說的如果要說什麼 怨氣特別高 危機 我個人覺得 我覺得應該目前還不會 這個雨竹在內地大概有多少人呢 如果是要按這個數據來算的話 我們當時就是光算北京的話 應該就有很多 然後當時如果是說按第二個報告 就擴散到全國的話 你要說有幾百萬 這不會誇張 你要問多少呢 我覺得可以 可以 你就算 我記得聯思 就這本書的作者跟我說 他們第一次發現 已足是2004年 2004年那一年反日 北京反日運動 結果反日的時候 就發現很多大學畢業的那些年輕人上街 那為什麼會出現在2004年呢 就發現原來從2000年開始 中國大學開始擴招 開始擴招 突然大學生突然多起來 2004年的時候就大量的大學生 流向社會 可是他們找不到工作 就突然有這個問題 所以你說 再回答你前面那個問題 他們會不會對政府有些政策有些不滿 我覺得不滿政策 當然其實政策有問題啦 比如說教育政策有沒有問題 我記得聯思跟我說 有一個學生跟他說 欸 我說 連老師我 我在北京學這個 國際關係專業 你說我回到湖南那個村子裡面幹什麼 我說 現在現在又不是春秋戰國文 我去湖南搞什麼 搞什麼國際關係 所以他 這種 你這種專業的設置 你把這些人吸收到北京來讀完這個專業 你讓他們 找不到跟他們的專業有關係的工作 因為你這個專業設置就有問題啊 對不對 但是他們的 原來是不是在玩了 寫一寫 聊一聊 就算有沒有真正的行動 例如很想反抗啊 很想改變 做法 你知道肯定不能跟香港 像現在占領中環這樣的青年社會運動來相比 因為是有一定管制 可是我看現在這些 他的書名 他們上街去表達自己的素材 年輕人越來越激烈 你能舉個例子嗎 就是昨天還有前天 哦 你說這個公共事件 浮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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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就是 內地的書名是不是越來越有 去行動啊 我還是想講乙足啦 其實有都不好說嘛 不是 是這樣子 如果從他的口中說有 那麼黨就可以 觀察他 哈哈 不是 不是 我想說乙足是為什麼呢 我說乙足啊 他這個 他受過高等教育 對他心中有一個很矛盾的 一方面 他會利用網絡去知道運用網絡 但另外一方面呢 他因為他比較理性嘛 他懂得克制 他不像可能農民工他們不太克制 以儒比他們會克制自己 他們知道很多東西可能做了是沒有效果 或者說不值得犧牲 或者說怎麼樣 他們會有這方面的考慮 你是從過來人的身份講 我真是過來人 我跟你講我真是過來人 因為我聽說一些朋友 他們說那些 農民工啊 他們那些 真誠的反抗是 流氓 是那些 那些 流氓 流氓做了 那麼 宇宙是不是覺得自己是 什麼 身份高一點 還是 學習高一點 不會做 這就是 只會留在 玩 去 宣傳 去寫一寫 去發表 其實 其實 是這樣 就可能像你說的 因為有了網絡 改變了一些現狀 這些群體事件 包括出現這些公民運動 表現出了更有秩序 更有組織 而且更加廣泛 通常是用新媒體 比如說微博來作為平台 你像這段時間不是還有陳光誠的事件嗎 這麼多公民前去探訪 包括網絡上就有年輕人來號召大家戴上墨鏡 我們拍照的照片 表達我們的呼籲 發出我們的聲音 其實可能 公民行動 就是這種形式的多樣性 也是網絡帶來的一大好處 但是 哪一些效果 答不到 政府對你們 是不理你們 還是很關心你們 還是很 覺得你們很惡心 要 慘處理你們 是採取了一些行動 拆掉唐佳麟 還沒有其他 例如在香港 香港政府很可愛 就是說 起一些清廉的廁所 給那些年輕人買不起樓的 搬不出去的年輕人 還申請公共房屋之前 有一個地方可以租 就是很多人就住在一起 然後最重要是拍幾個蛇工 用社會工作者去輔導他們 去安撫他們 認為他們是社會中有問題的人 失足青年 對 然後 就是這樣的角度去看這些人 那麼在內地有沒有這個情況 就比如說派很多人來 關心你們 所謂關心你們 其實是標籤你們 給你們一個帽子 就是有問題 這個可能表現在一個方面是 後來政府推行的這個聯租房的政策 他是想改變現狀了 只不過 因為這個問題太根深蒂固了 非常非常嚴重 而且已經不只是在北京 不只是在廣州和上海這些地方 其實很多省會城市也大有存在 因為當時這個話題一出來以後 既有什麼武漢、昆明、西安、成都 就各個地方 這些媒體都開始計算我們自己當地的遺族 也大量的學者開始研究這個社會問題 就發現其實它可能已經超過我們的想像了 嗯 那麼你們對遺族 要脫遍 要脫遍 有什麼方法 是不是也要等冤枝 因為我也想問 因為我聽說 沈山勒面 如果他要脫遍 如果我增幅或是 那些沈山賣他們一些 他們只要發達了 他們也要先有樓房 先有什麼 槍公鎖 行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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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們有什麼 脫遍的方法 還是 但是只要等 等 再等 有没有他们可以有机会卖地啊 就是诈宾过去也做过遗嘱 那你现在肯定不是 那这个改变的准利点在哪里呢 那是改变的希望在哪里 我觉得我算是运气好的那一批 你有什么好运气呢 就是我记得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是在一家书店做员工 然后后来我就有机会去到出版社 我觉得这是因为有出版社的领导赏识我 我觉得我真的是运气好的人 那么是不是只有等 我听上去好像没有什么希望 是很被动的 就是你是说现在这个人群相对悲观是吗 这是很悲观 我们通过深访反馈出来的信息 一定程度上是体现出了这样一个总体的心态 就是很多青年可能现在迫于生活的无奈 然后自己这个思维方式里面可能相对悲观 因为觉得无望嘛 因为我没有上升空间 但是还有一些人你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改变自己吗 我们在武汉采访的有一些引足 他们正在准备司法考试 公务员考试 想通过这些方式 有可能就进入到体制内 是不是说会好一点 但事实上就是你知道这个竞争有多么惨烈 如果你爸不是李刚 即便进了面试 可能最后录取的也不是你 几百个人你选一个 有多少人能改变命运呢 就通过这个非常渺茫的方式 另外一些人唯有可以干的就是更加努力的工作 然后我是不是说能争取到升迁 我们当时采访了干保险行业的乙族 在他们那个公司的门口就有一幅羚羊的话 就写的是你只有奔跑 你唯有奔跑 肤解了这个竞争的惨烈 可是乙族其中是一个房屋的问题 那你觉得在政府的房屋土地政策方面 可以做什么的东西去改变这个情况呢 不仅是房屋的问题 远远不是房屋的问题 你知道包含了什么吗 就业 高等教育 户籍 然后人口流动 医疗 保险 然后你说的这个住房 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就是乙族他 后面有代表很多的问题 不仅是这个注注的问题 可以说是青年问题 青年政策有问题 你怎么样一个政府怎么样安置 对待一帮这些年轻人整个出了问题 对 所谓这个群体是一个国家八九点钟的太阳 就是如果他们都没有希望了 其实你们有没有背片的感觉 背片 背这个中国共产 我觉得已经 听说国家一边跟青年人说 努力读书 想上去爬 然后读完书以后 对 然后就住在这个地方 我想那个 有没有想过要 是不是全世界的问题 我想那个读那个 国际关系的那个 就是被骗了 我想说两点 你刚刚问了一句 是不是国际性问题 就是我去年参加了一个青年的项目 跟20多个国家年轻人交流 包括我现在也做了一些访谈 确实在第三世界的国家 某一些共性问题是存在的 甚至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巨型城市 也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首尔和东京 对 包括欧洲 当然欧洲就因为福利好 社会保障做的好 它即便有这个问题 很快能够得到解决 然后我现在自己 我个人想了 就是现在有一些人有一种呼吁 可能会起到一点点作用 就是说 为什么这些倚族都囤积在一线城市 没有人愿意回到二三线城市 那是不是说我们在二三线城市 提供更好的机遇 提供更好的上升空间 呼吁他们回到这些地方 能够缓解这种压力 可能这是解决办法之一 因为毛几东他说 人为什么 谢谢是你们的 谢谢也是我们的 是尊规也是你们的 你们的世界就是这样的 那么除了说在第二线 第三线的城市 提供更好的教育 更好的房屋 但是哪有钱吗 对啊 地方政府就没有那么多钱 那么在城市里面 你们有什么建议 什么建议 可以给哪个政府 让他们想一想听一听呢 哇给政府出招啊 但我觉得你 比如这个问题 你一开始 你要回到最开始嘛 那最开始就是大学 扣招 招生的问题嘛 你说大学招生 你是根据 你是 你是 那个校长 你说我们今天招一百个 还是说你调查过 我们这一百个 四年以后 这一百个人有没有地方去 如果只有五十个人 可以就业 我就先招五十个 不招一百个 你是经过调查研究了 还是说你一个 长官自己 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 这是从根源上 这个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如果你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你永远都会有大量的 大学生无法就业 如果有大量的大学生 无法就业的话 它就永远不会消失 会不会就是说 中国的现在产业结构已经有问题了 特别有很大的落差 很多人没工作 但是有些人就有很高的 就是 量级分化 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 我想你刚才就是说 现在这些大学生的输入太多了 可是他们的工作的智慧 就是配合不到 大学毕业生越多 但出来也没有就业机会 如果我减少大学生的数目 那他们读不到大学 那一样要流入浓入市场 一样是没有足够的 我觉得比如大学生的数量太多 而是大学生 开科目 好吗? 科目有问题 比如说中国现在前几年一直在说缺少那种很高技能的工人 但是 但是我们为什么 总是在培养那些什么MBA 法学 读电脑的呀 培养这些人出来干嘛呢 你为什么 就是那边有需要的 你不培养 这边没有需要的 你不断的在培养 这是国际 国际上最红的什么的 我说的是这个问题 不是说大学生 可能他就是总量上 他可以消化得了 可是他就是在结构上有问题 不一定是数量上太多 那你觉得周书先生 这些最缺乏的人才 是高科技 就是技术性的操作人才 我不知道 我刚才只是举例 我说 我听说前几年好像 我没有做过研究 不敢乱说 但是你们来到大学生 你们说的很专业 在大学生 鬼不敢你出来 学生的工作 发现 其实他们需要的 不是你这些专业的知识 是一些人知的关系 怪事 你要拍马屁 是不是有这个情况 是不是很普遍 这个现象太普遍了 我身边的同学 现在在工作的 跟自己专业对口的 是极少数 你会发现大量的人 可能学化学的 我终于做了市场营销 然后学生物的 我最后找不到工作 在杂志社工作的 学的都不是新闻 就类似这种情况 非常普遍 而且你刚刚说的 所谓的靠关系 这个也很正常 我们都习惯了 就是拼爹 拼爹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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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它当成这个 这是一个正常的 一种游戏规则 已经比较显规 地球人都知道 有没有想过改变 没有办法 一个人可能改变不了 对啊 你没有办法 可是你说的关系是 这个 人际的关系 这是工程上的关系 还是商业上的关系 都有 都有人际上的关系 有很多种 一种是 你的人际关系 你说商业关系 还有生殖器关系 是吗 你爸爸是谁 你二三四 什么亲戚是谁 一个单位里面 总会有 我发现总会有那么几个人 你就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 空降下来的 你就知道他是有背景的 这是空降 是老板的朋友的儿子 他就他爸爸是老板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很多时候是这样 会突然出现一个空降的人 那么你们对哪些有关系的人 哪些富二代 上二代是不是 官二代 官二代 是不是很仇恨呢 其实没有啊 其实没有 我内心淡定 对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都还蛮淡定 就觉得心里看不起他 表面上就算了呗 就是他就这样吧 那么如果是他们来管理你啊 他们上次你的心里 是不是很不平复啊 所以就跳槽啊 对啊 乙族当中换这个职业的人 大有人大人 对啊 是不是代表这些专业工作 还是很容易 是不是代表这些有很多不同的自规 但是要看你专业什么工作 对不对 这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一点 为什么那些农村的人 一定要留在大陆啊 还有大城市 还有机会转工 有机会要可以 你在小城市都没机会 就可能性更多一点 那么这照你们看 这个以至于现在 为俄法杀术还是有一些改变呢 现在 嗯 我个人 相对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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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的时候 那你猜 那些联储房租下来 是会给 乙族呢 还是会给 乙族呢 还是会给 乙族呢 还有很多人 这是他的乐观的愿望 但是实际上时间 我们的愿望比他还美好 对他们是很多部位兑现的 那么今天就很 很多谢谢你们来了 不知道我们的观众听到多少 应该可以 应该很多的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 你的普通话 多胡闻好 我的意思是 不是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 我们的嘉宾 讲普通话 应该听得明白 是啊 但我们的主持 也不知听到多少明白 大家看 打给 打给 多多包饭 多多包饭 下一个星期再见 拜拜 对 对 对 相思 对 对 人 可以 不知 对 你 我 陁